欢迎您收听夜听 我是小哥 收听更多的节目 请您关注夜听的微信公众号 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就兼职做一些这个婚礼主持 后来工作了 做了一名传统媒体的这个主持人 电视台的主持啊 虽然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继续兼职做婚礼主持了 但是后来呢 因为这个身边一些朋友也知道我以前做过 所以呢 也就经常邀请受朋友的邀请担任他们的婚礼主持人 关于婚礼呢 我有一些话想要表达 因为我看的比较多 然后经历的比较多 所以我感觉有些人在结婚的时候 完全就变成一个白痴了 什么都不会了 真的一点都不发张 给我感觉 比如婚礼前一天不都是要安排那个彩排吗 彩排的时候很多婚姻公司啊 都特别喜欢把新郎新娘的每一个细节都安排的特别到位 比如说啊 这个地方要是交接仪式了 那么在交接仪式的时候 新郎新娘要用什么样的眼神看着对方啊 要柔美的 要柔和的 要贴心的等等啊 然后婚姻公司的工作人员一一讲解 走上舞台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步伐啊 一步要迈开多少 这个都有详细要求啊 再比如 一般在交换结婚戒指之后啊 都会有一个新郎新娘拥吻的环节啊 主持人要告诉新郎新娘 接下来你们可以深情的拥吻了 然后新郎新娘全新投入 表演给大家看 我主持越多的这样的婚礼啊 我越觉得这种安排好的程序啊 是那么的虚假 所以我一般都会跟新人说呀 我有可能不按照你们设定的环节走 你们尽量自然一点 别那么做做就好了 你们不想拥吻就不要拥吻嘛 你要那一刻你发自内心的想拥抱一下对方 想深切的表达一下你内心的爱你就去拥吻嘛 没有人说这地方非得要怎么做 和最爱的人结婚了 这就是婚礼本身的最伟大的意义 其他的那些细节真的吗不重要 至于眼神该怎么表达 脚步该怎么迈开 这真的是你自己想多了 难道说越盛大的婚礼 就越能够证明越爱对方吗 别扯了 甚至有些女人把这个婚礼的规格呀 当成一种测试 测试老公有多爱他 对他有多用心 问题是婚礼怎么能够是一种测试呢 你都不知道他爱不爱你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爱你 你就跟他结婚 你会不会太草率了呢 所以说比起完美的婚礼呀 你更需要确定的是 他是不是你想嫁的那个人 我看到了一位名叫咪蒙的作者写的一句话 我就写的特别到位 他说婚礼的质量和婚姻的质量 并没有直接关系 人靠谱的话 没有婚礼都可以 人不靠谱的话 只会让你有更多的婚礼 所以别再把婚礼上升到什么狗屁高度了 婚礼就是件小事 比起婚姻 婚礼毛都不算 婚礼只有一天 婚姻才是一辈子 今天就说这么多 我是小哥 晚安 每一位